讲到科学家我们第一个浮现的脸孔会是什么样子呢 很有可能是一位上了年纪讲话慢条思理的年长男性吧 但是我今天要介绍这位科学家很不一样 他是美国时代杂志今年第一次举办的年度风云儿童中 和美国五千多名八到十六岁的儿童中挑选出五位入围者 而最后的得主就是这位现年十五岁印度裔的年轻科学家和发明家 那小小年纪又透过科技的应用 提出水污染、处方鸦片、类药物成瘾及网路霸凌等问题的解决方案 成功拿下奖项 大家好我是白灵魂news的凯莉 欢迎收看今天的人物放大镜 十岁的时候我大概每天还在想着回家看卡通吧 但是也有人在十岁的时候就已经满脑子想着 要怎么样帮助家庭社区解决生活上遇到的难题 那今天我们就要来介绍这位当初的神童 现在是天才青少年的吉坦哈利拉欧 拉欧出生于2005年科罗拉多州的丹佛市 那父母从小就很支持他学习各种新的知识 不过拉欧倒也不是因为什么突如其来的领悟 开始立志成为一个发明家 而是单纯的从生活出发 想着怎么解决自己日常遇到的问题 拉欧十岁的时候呢 密西根州突然爆发饮用水迁污染的危机 重重打击当地居民的生活 虽然他们家离密西根州根本就很远 不过父母还是很担心哦 自己社区的饮用水到底安不安全 那拉欧回忆当时的情况哦 自己的爸妈经常搬出一堆试剂 来测验家里自来血的含铅量 那这种事情自己在家做 当然麻烦又不准确 但如果把样本寄到当地的实验室 又得等上好几天 有感于水质侦测 繁琐昂贵又耗时 但为了替大家解决生活上的难题 直到有一天 拉欧在麻生理工的网站上 看到关于奈米碳管的技术文章 他就想说 诶这个东西有搞头 就跑去跟自己的父母说 我想要研究看看这个奈米碳管 看能不能拿来检测水质 那拉欧的妈妈当下还没听懂 又问了一次 蛤你想要研究什么啊 没想到拉欧这个计划 诶真的可行耶 原理的部分我自己是根本看不懂啦 那我就也不装懂解释了 总之呢 最后他发明了一项千含量检测装置 整台机器只比手机大一点 只要一颗9伏特的电池 随时可以在10秒内测出水中的千含量 让这个问题能够轻松的得到解决 那因为这个发明呢 在2017年的时候 拉欧就已经入围富比市杂志 30岁以下的杰出青年榜 还成为探索教育与3M合伴的 青年科学家挑战赛的优胜者 也因为这个发明呢 拉欧13岁的时候 就被邀请去参观丹佛市 当地的水质实验室 那实验室的主管 更邀请他可以随时来参观 以及协助工作 那现在拉欧呢 就在这里继续的调整 除了改良之外呢 也研究检测其他污染物质的可能性 而拉欧成名的原因 还不止这个发明哦 他还设计一个名为Kindly的软体 试图解决网路霸凌的问题 那Kindly其中一项服务是 Chrome的浏览器扩充程式 安装了后呢 就会侦测Gmail、IG、Twitter等社群媒体的内容 当文章内容带有歧视或是出现霸凌相关智慧的时候 他就会跳出视窗提醒使用者 在设计这个软体的时候呢 拉欧曾经访问身边的大人、小孩、家长、老师、同学 原本以为身边的同学会非常排斥 怕有言行被软体监控的感觉 没想到得到的回应却是很正面的 认为这样是帮助自己可以更注意到自己的言论是否带有歧视 拉欧年纪轻轻就获得社会大众的认同与成功 不过他也不仅仅是专注身边的问题而已 而是希望鼓励更多像他一样的年轻人能够有机会一展长才 他加入了一个叫做STEM Scout的组织 里面有来自全美各地三到十二年级的学生 大家一起学习和做科学实验 拉欧积极的推广平台 并透过平台与国外科学相关组织合作 指导更多的小孩做实验 那到目前为止他已经知道了超过三万名同学 他感到非常高兴 认为大家可以一起为这个世界带来正面的改变 那许多家长可能也会好奇要在什么样的环境下 长大可以培育出年轻的科学家呢 拉欧自己在受访的时候表示 四五岁的时候亲戚曾经送他一组科学实验的工具 从少开始接触一些简单的科学实验 比如说苏打粉加入醋里面会产生什么样的化学反应 那成长过程中除了父母亲的支持以外呢 他就读的特许学校也非常强调亲手操作 老师让学生可以自行决定课程题目以及实验的内容 乍听之下 拉欧好像就是个理工宅宅喔 但他平时也很喜欢烹饪 没事就会在家里烤蛋糕烤饼干 那最近由于疫情的关系喔 他在家里烹饪的时间越来越多 常常遇到奶粉不够蛋或是奶油用完了之类的窘境 这个时候他就会上网搜寻各种替代的解决方式 也是他的生活乐趣之一喔 他曾表示烹饪其实也应该算是一种科学喔 是一门并不容易的学问 那果然还是满满的科学魂跑出来了 这一次获得时代杂志的奖项 拉欧在受访的时候曾经表示喔 电视网络上看到备受赞誉的各个科学家 都有一些固定的特质 几乎都是老人白人男人的天下 但希望藉由自身的成功经验 激发出其他人做一样的事 毕竟如果自己做得到 那就表示你或任何人也都做得到 他认为虽然自己这个世代 年轻人不仅要面对许多这一代的困境 还要承受上一代遗留下来的许多问题 但是他还是鼓励所有心中有热情的年轻人 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可能的 你如果喜欢这个节目 赶快分享给更多人看见 你也可以订阅LINE TODAY的官方账号 还记得每天把重要的新闻 包括这个节目 推送到你的手机里 那万一错过了到LINE TODAY的国际栏目里面 就有我们所有的报导 人物放大镜 我们下周日见 拜拜